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你还说没名人 这里人迹海质 怎会有一间客栈 白小生 师父 你是谁 在杀你的人 就这样死了 真是可惜 小子 你是他的弟子 我看好的人 是永安王萧楚河 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 我给他讲画了 我感到无异性 我为我感到无憂性 我为你 也是一般 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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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 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 在您看来武功就这么重要吗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武功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好胜人耻闻过 成殿剑选聪明 力威严自强毙 子六者君上之毕严 师父 该您落子了 还给你了 师父啊 我都武功尽废了 还要这无稽棍女群用呢 陶上的路不会好走的 你就当拐棍用吧 多谢师父 师父 师父 弟子还有一事不明 望师父指点 我说吧 弟子要去于田国怎么走 你迷路了 是的 师父 有这么好笑吗 我还以为 你是故意带那两个小子来这里找死 原来是迷路啊 找死呢 这里在向西三十里 有一座城 什么城 木良城 我 我没听错吧 想不到啊 居然误打误撞地 来到了这里 喂 小四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应该有什么反应 天下四成 北天启南雪月 东无双西木良 那可是和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 一定要去见识一下 一座没有人的鬼城 有什么好见识的 怎么能这么说啊 江湖中人谁不知道 木良城里只住着一个人 可就是这一个人 就让木良城继身江湖四大名城之一 那可是五大剑仙之一 孤剑仙 洛青阳啊 孤剑仙 洛青阳啊 孤剑仙 洛青阳 十几年来没有出过木良城一步 号称是要将他的九哥剑爵修至大城 才会出事 这倒是和你的师父雷轰一模一样 你师父 洛青阳 再加上青城山上那个号称 从出生起就没下过山的盗剑仙赵玉珍 可以算是江湖三大宅了 你 不过江湖传言也是多有不识 那赵玉珍和你师父 好歹也有青城山和雷家供养 这木良城内可只有洛青阳一个人 十几年来他吃什么喝什么 真当剑仙是神仙 不是人间烟火吗 也对啊 好像有道理啊 或许传闻有夸大的地方 不过洛青阳剑仙的名头 可是实打实的 很多人都认为 洛青阳的武功 可当五大剑仙之手 雷武杰 雷武杰 你怎么了 既然路过此地 我们要不要顺道去看一眼 还有多久到九龙寺啊 林 师兄 你那儿还有水吗 我这儿也没有了 你再坚持一会儿 前面应该有水源 哼 萧瑟那个家伙 一听我说去木良城看看 吓得脸都变色了 无限和尚也是 什么多仪式不如少仪式 我就是想远远的看看 又不是要去挑战吴建仙 笑题大做 这赤王也真是小心 居然和我们在这西域边境见面 快到现在 我们还得绕一个大圈回南军 不过这次任务完成 那功劳可是大了 没想到 这赤王为了能得到太子的支持 居然肯做出这么大的让步 是啊 哎 哎 有人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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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剑仙中的两位呀 剑仙 没错 白王萧崇背后的人 就是怒剑仙 阎战天 阎战天 就是 当年一把巨剑 挡住我南爵十万大军的怒剑仙 那是江湖传为 他们在说什么 剑仙再强 也不过是和我南爵刀仙 一个层次的高手罢了 怎能一人敌十万大军 那一阵 阎战天不过杀伤我数千士族 穿迎而去罢了 即使是这样 那也太 哎 那赤王呢 他身后的剑仙难道是 在这西域之地 难道还有第二个剑仙 自然是孤剑仙落青阳了 这么说起来 穆良城离这里不远了吧 据说孤剑仙性格孤僻 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 不好 别断啊 还好没断 没有被发现吧 大家好啊 打雷了 这也不像是要下路呀 那是雷乌杰去的方向 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 这小子 打个水都能打出事端来 这地方人际罕至 没想到雷乌杰还能遇上 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 这是 他们的位置在移动 看着清醒 是往穆良城方向去了 穆良城 顾剑仙 怎么 你不去救他 我 我不去 你说什么 那个小夯货 没那么容易被人干掉 说不定一会儿甩脱了敌人 就自己找回来了 话虽如此 可他现在往穆良城去了 万一惹到顾剑仙 他不是想看顾剑仙吗 万一真撞进去了 不正如了他的意 你有心事 昨天回来之后 你就有点不对劲 要追的话 你自己去 那小航货说要帮你 我可没有答应过 趁这个机会和你分开 倒是也不错 你在害怕 放手 要去你自己去 拉着我一个 不会武功的人做什么 雷乌杰和你不是同伴吗 那个小夯货与我 不过是萍水相逢 点头之交罢了 他誓死是活 我才来管 我自小便聪颖过人 十三岁时 武功就入了自在地境 我记得当时我很兴奋 问老和尚 我算不算是 这一辈的第一天才 他被我问烦了 最后告诉我说 北梨有一个人 同样是十三岁入了自在地境 十七岁时便入了逍遥天境 当得起第一天才之名 那边便是江湖白巧生的弟子 北梨六皇子 萧楚河 之后不久 就发生了狼牙猛狼 天启四手户中的青龙生死 雪月渐鲜鲜鲜鲜 渐渐当朝天子 江湖震度 据说萧楚河跪在皇宫之外 三天三夜为狼牙王求情 最终也被牵迷了 被禀出了天气城 那时我便觉得 这萧楚河身在皇家 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业 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 原本我以为 你就是萧楚河 让开 少摆出一副得道高僧的样子 既然你想说故事 那好 我也给你讲一个 十二年前 魔教东征的最后一战 北离各大派 围攻魔教教主夜顶之 最终 天山派王仁孙 成功将他击杀 可笑的是 王仁孙和那夜顶之 本还是至交好友 夜顶之望称天下第一高手 最后却死在自己兄弟手上 简直是窝囊至极 怎么 恼羞成功了 今天不用武功 老娜也给你个教训 我警告你 师尊这次托我运送的独家福利 已经送达 还不速来扫码 关注官方微信 领取幕后爆料 神秘设计 高清壁纸 等独家福利 我只是寒水寺里的小特上无心 我得去把他带回来 老大要亲手将这二人 组成人质 嘘 哎 此人倒是有些面熟 难绝之人 不错 正是老夫 古剑仙 我愿意试一试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dventures々